朋友们大家好 什么是双电源自动切换电路 很多的新手电工干了三四年始终都搞不明白 今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告诉大家 用两个交流接触器演示一下双电源自动切换电路 它的工作原理以及这些技巧 首先这个是主电 这个是备用电 同一个LED灯 首先给大家来演示一下主电 之后备用电我们同时送上 一般情况下都是两路电源同时工作 如果说我们主电断电了之后 自动切换到备用电 这个交流接触器已经释放 这个交流接触器得电吸合 现在是主电没电已经断了 切换到备用电 那么如果主电来电的情况下 看到没 这个交流接触器已经释放 这个交流接触器吸合 又自动切换回主电的工作状态 如果备用电断电不影响 下面给大家系统演示一下 现在是两路电源默认主电供电 断电的时候自动切换到备用电 交流接触器吸合这个释放 主电来电的时候切换到主电 备用电接触器释放 那么这个就是双电源自动切换电路工作原理 我们下面来看接线技巧 我们把两路电源都断了 首先看它的输出 它的输出 这里是两对长开点 这里也是两对长开点它的输出 我们把它通过两根线和灯并结在一起 这个是输出 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这个 这个交流接触器用了一对NC长臂点 这个是NO 那么怎么接线的呢 首先来看这一个 火线零线出来 直接到这个交流接触器 它的线圈 线圈并接两对点到这个主出点上面 主出点输出到灯 这是第一个交流接触器 因为它是直接接到线圈的 所以说默认是主电接触器 这个是备用电 那么备用电 它的一个线圈串联了一对 这个接触器的NC长臂点 看到没 这里去了它的线圈 之后零线直接到线圈 再到它的两对长开点 这个主出点长开点 输出到灯 那么这一对点就决定了 主电接触器 吸合的时候 长臂点断开 这个交流接触器永远不会吸合 主电断电的时候 NC恢复闭合 接通备用电 这样子相互切换 互为备用 你学会了吗 是不是很简单 一起学习 一起交流 感谢大家的收看 看